我们来看深圳实际上对房地产是有很大的一个依赖 就是房地产的这批企业征战全国 你看各地都有深圳房地产商的大企在那闪耀 供建了很大的税收 所以深圳是要重视的 第二个是这次爆雷的房地产企业 恰好占比比较大 从恒大到宝能 在其他的一些民营的房地产企业 这样呢就是他就带有一定的地区的这样一种特色 所以呢你属地呢就要去管一管了 这个呢我觉得深圳呢是需要呢想一想办法的 那第三一个我觉得深圳呢在这时候呢要出政策 其实难度特别大 因为深圳呢被抠了一个帽子 我爱炒房或者我爱收住 这个呢就对深圳来讲呢 他其实也挺难他也不太可能呢有很大的一个政策的调整空间 他也不太可能愿意去冒这个顶这个雷 我真的服软了我要千万百计去想办法的 我觉得他也不至于 因为还没把他逼到那份上 他肯定不愿意去这个顶这个戴这个帽子 对吧这是第三点 那第四点呢深圳呢房地产呢爆雷的 他有共性的地方 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国一旺盛 大家呢都是特杠杠 都是加杠杠 这个呢导致呢深圳的房地产企业 跟福州的那批 就福建的那批呢有点像 就是很激进 敢拼才有才会赢 这种这种这种传统文化 影响也很大 普遍加杠杠 然后还出现了跨界 比如说呢就是像恒大和宝能 那都是跨到深不可叹的 新能源汽车这个行当里头去 那你不爆雷谁爆雷 然后呢很多呢都是做旧改 做旧改旧改你知道时间很长的 前期的投注呢不算很大 但是呢是个无底洞 你就是慢慢往里头换钱 换到最后什么结果是不太知道的 所以呢这个呢也会把一些 房地产企业拖得很深 然后这些旧改的项目 顺顺当当的能够开发起来 那是有暴力的 但是呢如果开发不起来 要变现的时候呢是很难卖钱的 因为没法衡量你这个 这个这个比较确定的价值 别人接摊子呢也不太好接 不像呢从政府买的地 你究竟多少钱 你愿意认赔多少 往外一甩就比较好谈头 但是呢旧改的项目呢 接起来是特别费劲的 背后有很多其他的招数 你不是想接就接了 这个呢稍微对中国社会要了解了 就知道这里头的水很深 我们看这一次 我们看到这个影响 就像之前我们判断的 就房地产这个行业一旦出问题的时候 它的连带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上下有这个我们的股市里头 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 就不用解释了 对吧 第二一个呢哪怕是银行 或者金融机构 财富管理这个这些机构 其实也都会深陷其中 比如说信用债 房地产企业发的这些债 如果说一百块钱变六十了 那这是疫情经济 还变三十了 那你就慌了 对吧 那对金融做来讲 这个连带的影响是很大的 它一个是对实业 一个是对金融市场 这个可不是国主席 说的那么轻松的 它不是房地产的那点 自己的贷款的抵押 那个好办 那个有抵押 那抵押品不好 或者不充分 那应该还不干呢 对吧 那个好办 但是呢 这两个特别难办 加上呢 这几年 这几年 因为我们发展了P2P啥的 所以一般的企业呢 都可以自己搞个摊子 自己的卖产品 这样呢 你会看到的房地产企业在这里头 这个摊进去的可不少 恒大也好 其他的也好 全部都有自己的金融产品 全部呢 都是窝边草 全部吃光了 那你说它出事 没有影响了 这个影响呢 也是非常大的 OK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就简单理解到 房地产这次呢 出问题 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借用万科的一个说法 就这一次 市场的降温 是类比08年的那次 类比08年的那次 那你只要两个十点一对比 你就知道 哦 这么厉害吗 08年呢 当时是市场高潮 人气高潮 然后呢 赶上了次贷危机 对我们传道 但是呢 当时政府呢 是很坚决的 对吧 4万亿推出 然后4万亿推出 大家一想 那先买房吧 然后呢 房地产市场呢 这个 这个向下的过程呢 很猛 但是呢 止跌呢 是比较迅速的 是没有出现了特别大的问题的 没有出现这个大规模的房地产 企业倒闭 甚至 简单的对比 我觉得比1998年的那次 这个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冲击 都要小得多 为什么 98年的那次呢 我觉得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呢 它是风险比较集中的 它当时呢 主要是卖给老外 卖给华侨 所以东南亚呢 一垮 这帮人都得撤 这样的导致的风险很大 第二个呢 就当时的房地产企业 这个 这个实力也很有限 所以呢 一冲击起来呢 就是全垮 这98年的那次 但是呢 09年的那次 就08、09年的那次 恰好是 中国呢 经济起飞 大的背景很强 国家呢 出手很坚决 力度很大 房地产企业呢 也玩了十来年时间 也有一定的水准 也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呢 冲击呢 是比较小的 那这一次的降温 我个人认为呢 是会有一个过程 但是呢 很显然 它是相对风险可控的 我不认为 比08年那次呢 会更严重 但万科 喜欢把事先说大了 对吧 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一次呢 它毕竟你看得见 这里头什么事 然后看得见呢 怎么样去应对 08年的那次 硕实在是挺吓人的 对吧 先是次贷危机 后来精神危机 后来是30年未遇的 后来是60年未遇的 后来是百年未遇的 这越说越吓人 这次呢 我们知道呢 就是房地产 这个汉月危机 经过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 激进的扩张 然后叠加上面 一系列的调控 这样的爆来 这个呢 我觉得其实 病因是很清楚的 至于说要采取什么措施 治疗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问 想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呢 也比较简单 说实在的 这次呢 并不是很难 在我看来不是很难 但是呢 不用很乐观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呢 难的地方在哪 就是政策呢 它要转向 它很难 第二一个呢 趁着这个过程 做行业的洗牌呢 很有必要 这两个呢 就会是的 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要拖一拖 中间的反复一下 没有特别利索的方案出来 政府才不会在这个时候呢 类似于当年 对吧 那个是犯无可能 这个呢 我们是第二个判断